大家好 又是我Bettony溫哥華房地產經紀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個 全新的從Concord Pacific 它的Piano 它有一房、兩房、三房的選擇 它會預計2027年落成 我們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Concord Pacific的Piano 分開North和South Tower 現在先賣South Tower 它是分開三級的 這級主要是三層層 去到十一樓 接著這裏去到十九樓 就會是一個分別的一層層、二層層 一直去到最高這個Tower 是有四十層的 我們這個Project 其實是位於134A Street 和105A Street 105A Street 在我介紹這個屋屋的 詳細情況之前 我先介紹它 和其他屋屋的分別特點 在電梯裏面 會有氧化的技術 會減少細菌和病毒 在電梯裏面 你搭電梯便會安心很多 而且電梯裏面 通常是在電梯裏面 按電梯裏面 然後進去 你現在可以用手機 預先選定你的樓層 就可以幫你訂定電梯 去搭上某一層 還有 有Motion Detection 有些水喉 你用Motion 就可以做一個開山 還有燈也會有 至於Water Damage方面 很多屋苑面對這個問題 有漏水問題 如果有意外的話 它有很多屋苑都會凸出來 它是貼著屋苑的 不會有些東西刮到 或是碰到 令到 Tracer 或是 會漏水 還有 大廈的水管 有一個 Early Detection System 它知道那裡有漏水 就會有警告 早點會消除 剛剛我介紹了 這個就是 Concord Pacific Concord Bio Space 現在接下來 我就會跟大家介紹 這個屋苑的其他細節 大家剛才看過模型 現在我介紹 它的 Fall Plan分佈 主要 那顆頭到11樓 它是一個 三房的單位 以灰色的 顏色做分別 至於 三房以下 它會有 2-bedroom plus stand 2-bedroom plus stand 它是用這個 顏色去代表的 紫紫地式 這個 你看到 這裡 都是2-bedroom plus stand 至於 2-bedroom 就是這個 粉粉紅色 就位於這個位置 這顆頭都有2-bedroom 至於 再下去 它就會有一個 1-bedroom plus guest 和1-bedroom plus stand 那麼 Dance和Gas的分別 就是 Gas可以放到一張 單人床 或者有些可以放到 Double-bedroom Dance 主要只是放在書桌 還有 你看到 這個 沒有顏色 這個 白色 就是屬於1-bedroom的單位 好了 剛剛我們看完 那個4-bedroom 現在我們看看 其實它的面積 有一房 573呎 有一房 加電 642呎 或者有一些 說的是 2-bedroom 752呎 2-bedroom plus stand 有795呎 去到3-bedroom 其實它可以去到 1217呎 都有的 OK 我們現在再看看 最高的tower 去到40樓 它的4-pan分佈是怎樣 好了 現在我們看另外一個 最高的tower 那個4-pan分佈是怎樣 它是由19樓至40樓 它是會有不同的 19樓至40樓 大家會看到 大家都記得 一些顏色 它分別是有一房 兩房 的分別 已經是沒有三房 最高的tower 那麼 一房 就大約 一房 一房是一個白色的顏色 這個位置 還有左右這兩處 都是有一房的 至於 兩房 就會是粉紅色 這個 粉紅色 這兩個 分別是這兩個 那顆頭 另外 那個 1-bedroom plus gas 就會是這個 淺藍色的部分 它的座向 大家可以對比 看看 其實都是西南邊 那這裡 東南邊 是一個 1-bedroom plus gas 對 那 主要就是 這個 最高tower分佈就是這樣 至於 這個尺數方面 它由一房 573呎 也會有 兩房 七八八十五呎 去到 最高兩房 Garden 它也會有 875呎 至於 Conto Pacific 也都是 觀設它一般的作風 它都是會有 很豐富 和很好的 裡面的 amenity 配套 譬如有 可以彈鋼琴 卡拉OK房 有 小孩子 玩的地方 Fitness Center Entertainment Launch 有Game Room 還有一個 Gest Suite 如果有朋友過來這裡 探望你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 Gest Suite 有一些 Coworker的Launch 玩一下 有些Game Room Outdoor 有很多 這些Outdoor Area 可以給你BBQ Gathering 有Yoga Deck 又可以耍太極 總之很多 打冰冰球都可以的 是的 大家看看這個圖 其實 概括它已經是 將某一些 重點的 一些amenity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裡 那 Concord Piano 就是 這兩個 它是位於 Servi Servi Central City 的市中心 其實 它的配套 旁邊已經很完善 它是位於 Gayway的Sky Jane 和Servi Central City Sky Jane 之間 Servi Central City 其實它已經是 有很豐富的配套 譬如有City Hall 有 有 Central Library 還有 KPU SFU SFU 已經有Campus 還有Shopping Mall 你要去大統華買菜 有大統華 有 有 龍王包廁 鳳雲竹麵 Best Buy 買菜 食扒 Shopping Servi Central City Mall 應有盡有 現在 它附近周邊 已經是有很多 medical building 還有 以我 很多客人 都在這裡 有買過物業 其實知道這裡的Clientel 它的租客都是比較高尚的職業 它會是medical 或者是做IT 那些比較high pay的工作 所以在這裡 其實那些人的消費能力是很高的 很值得大家去留意這個發展的項目 價錢方面 Deposit Structure 首先 它首先簽offer的時候 就要付5000元 in-band draft 然後 就分開兩個部分 如果你是 Local的買家 有Canadian citizen 或者Permanent resident 接著 7天之內 就付餘額的5% 即5%減5000元 然後 第3個 Deposit 就是5% on or before 1月15日 2023年 第4個 Deposit 就是5% on or before 7月15日 2023年 第5個 Deposit 就是5% on or before January 1月15日 2024年 至於海外買家方面 付完那5000元 寫offer 7天之內 就付10% 減5000元 然後 第3個 Deposit 就是5% on or before 7月15日 2023年 第4個 Deposit 也是10% on or before 1月15日 2024年 第5個 Deposit 就是5% on or before 7月15日 2024年 至於 這個計劃 會有 1房 由3樓至40樓 492尺室內面積 至581尺 大約是 40萬尺 然後 1房 Garden 或者Gas 都是3樓至40樓 617尺 至779尺 2房 就是3樓至40樓 785尺 至836尺 2房 Garden 就是3樓至40樓 792尺 至1088尺 3房 就由3樓至10樓 以及19樓都有 面積就是959 至1226尺 至於 Parking方面 就是要另外買的 有EV 普通的Size 就是38000元 如果小一點的話 就是3萬元 預計成交日期 就是2027年 至於Size 方面 是5毫7尺 至6毫2尺 每平方尺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請你按LIKE 還有按Subscribe 還有按鈴聲 以後有什麼新影片 你們就會自動收到通知 多謝各位 拜拜